大家好 我是韩璐 已经拿到了华为Mate X2的最新折叠屏第二代的手机 之前Mate X是第一代 然后它的Mate XS是它第一代的一个中期换代的这么一个产品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第二代 这次为了适应女性的用户增加了蓝跟粉的这两个新颜色 玻璃的后盖是比较容易染指纹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厂商原配给你送了一个铜色的素皮的后盖 直接这么着扣上就行了 它这还有一个特点 就这边有一个磁吸的架子 这个架子不管你手机是和平还是展开屏幕的状态 都能支在这当一个观看支架用 这个手感跟做工非常的好 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参数 麒麟9000的处理器 256的版本卖17999 512的版本卖18999 所以这256基本上就是个炮灰 没有用户买到这样的价格 还去买一个256了 4500毫安时的电池 55瓦的快充一点都不意外 双扬声器的系统尤其强化了低音的效果 这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惊喜 摄像系统也是旗舰级的摄像系统 尤其是主射上的5000万像素的RYYB感光元件的超大的主射 那RYYB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加强了黄色通道的感光能力 这样的话它在很低光线的情况下也可以拍的照片比较亮 但是一旦黄色强化了的话 还需要更多的软件来对它进行一个色彩方面的补偿 所以是一个功夫的事 同时还上了一个三倍的光学 及十倍的多次折返的潜望式的长焦 就在这个位置 这也是旗舰的华为系统的摄像手机的一个标配了 OK 那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这个RYYB主射低感光情况下的一个照射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低感光状态下的主射 现在你看这个环境光源几乎是不太能看到光源的 我们把手机搁上来之后能看到还是看到亮度的 我这边拍一张 拍完了 这边一印 这就是实际拍的照片了 完全的过程 所以这个RYYB的感光能力 尤其低感光能力真的是不俗 挺厉害的 好 那么现在从摄像的系统回来 咱再看一下屏幕 它的外屏跟它的内屏全是P3广色域 及90赫兹的高刷新率 内外都是 先看一下内屏 8寸的一个柔性的内屏 像素密度做到了413ppi 同时它的分辨率是2480x2200的分辨率 这个比例比较有意思 它是8比7.1接近于正方形的一个比例 同时这上面应用了磁控的纳米光学膜 避免反光的 这个屏幕应该算是我用过的比较好的柔性的屏幕了 我们再看一下外屏 这个外屏是6.45寸的OLED屏幕 像素密度提高了 做到了456ppi的密度 这个比例是21比9的比例 我们跟保时捷来看一下 就知道这个外屏的大小了 比这个保时捷的屏幕还是略微小了一点点的 最核心是它的折叠的系统 这个折叠完了之后 你会看到是没有份的 咱们这么看 这边薄这边厚 它的厚的这边是为了容下更大的一个相机模组 毕竟上这种多次折反的潜望式的长焦是很占厚度的 所以这边做的比较厚 它的外面是比较平 展开了之后就会更加的明显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同时因为这边比较厚 所以整个机器的重心是在这边 握持单手拿的时候会更稳 外加上你这么着拿的时候 它的重心也是在底下 也OK 它中间的脚链 这次做了很大程度内的强化 用了碳锡胺 包括超钢强度钢 合金的一个脚链 这个脚链用起来特别的结实 特别的你看 我就敢这么着嘎巴嘎巴嘎巴的弄 这个感觉还OK 合上的感觉 啪严丝合缝 并且你打开的状态 你这么着拧 这个脚链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形变的 我现在是在使劲的较劲 这个脚链的机械感非常的好 一个合上之后 对称的这边薄这边厚 形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长方块 也不会让强迫阵去纠结 有点意思 这个屏幕的脚链的手感真的是非常好 很多朋友说 折叠屏是不是脱骨子放屁 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没有用的 首先你看电子书的时候会非常方便 你玩游戏的时候 其实会更加的震撼 但是玩游戏的时候 它左边右边的视角会窄了一些 你自己酌情来处理 在应用的层面来说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这里边我没装 我用剪映的软件剪手机小视频的时候 这边的视频轨跟音轨就可以拉的非常宽 就比这样的手机要宽了很多 这还是比较好用的 最关键它还有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这边看微博 你看我这边看微博 我这边拉出一个新的程序 比如这边的备忘录 我就可以搁在这来进行分屏的操作 我这边看到的东西 这边就直接能用了 双软件之间的分屏 还有单软件的分屏 比如说像淘宝之类的 我现在还没有装 这边是它的一个列表 你这边点具体的信息之后 这边作为它一个产品信息页的展开 双侧操作起来就挺方便的 挺有意思 所以折叠屏 它并不是一个脱裤子放屁的东西 是有一定的实用的能力的 所以这个手机整体来说很贵 但是用起来之后 确实比上一代的产品 有了一个比较精细的提高 对 我觉得外屏换成内屏的折叠 并不是很精细 或者是很惊喜的一个变化 但是它的脚链的设计强度 包括这个屏幕展开了之后 几乎是没有特别明显的 视觉跟触觉的折痕的 外加上它合上之后 这边也是没有任何的缝隙 完全就贴合的 这样的一个很精致的脚链 是我对它的一个最大的 感受层面的变化 现在就变得特别的精致 而上一代的产品 我得相对比较尽小甚微的 处理这个脚链 包括外折瓶处理起来 也需要比较尽小甚微 OK 这就是这次的一个提案 哈哈哈哈